第二句游戏即将开始 请各位嘉宾抽取自己的卡牌 属大王那个墨子 哇靠 看见了 哇靠 是个猎人牌 不会不会 不是猎人就老人 白狼王 死刀 不狼王 三个字 一个表情 十号一定是个独立阵营 本局游戏的视角是 普通视角 游戏开始 天黑请闭眼 天亮 现在进行警长竞选 想竞选警长的玩家 请举手 二号 四号 十号 十一号 十二号 共五名玩家参与竞选 从二号玩家开始发言 二号查杀四号 请上 验 十二号 请下验 JY 不 四号 四号原家 昨天晚上查杀11号 警惠流先留一下 五号三张牌不用验了 一个狼人 对吧 花船 先不留五号了吧 我再给他个警惠流 就我 我没有资格尽你的警惠流 对吧 那验一下 我起身绝的几张狼牌吧 康姐 还有八号 一八两张牌 昨天晚上十一号是我的查杀牌 好吧 原家过来 那就把六验了 我要赢 二退水了吗 没退是吗 全都刚着吧 好吗 你们要送出来 我晚上就不验人 把六验了 再把三验了 三没上几分吗 六三顺验 昨天晚上我查杀的是五号 五号玩家 你不要问我 为什么能够赤一眼 因为你的表情 足够赤一眼 我是张针的冤家牌 昨天晚上查杀了五号 我不希望后织 再有听到 所谓的强神 冤家 你们来多少我都接了 现在二十两个 最好都不要退水 省得我晚上去验人 六三顺验 五号查杀 过了 十一号 我请四号不要退水 今天就出你的茶沙好吗 今天出了茶沙 我就带走你 可以吗 好 可以 可以 十一号是张平民牌 十一号是张平民牌 我觉得这个十号的验人 有点怪 就在你眼里 四号五号都是狼牌了 怎么会去验三号六号 你认为他们是四连狼吗 对吧 我觉得你这个警惠流 有点奇怪 但是我也不觉得 二号是个真远家 二号上来先发查杀 再安排警惠流 我大概率觉得 二号是张诈身份的牌 那么我后置位 还有一张十二号牌上井 对吧 我没有听到发言的情况下 我暂任十号是张真远家 虽然他的警惠流 我不满意 呃 我是张平民牌 我过了 先四号十吧 这盘还有六个名额 就开船了 好吗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 就是我验六号 这盘六号是个金水 就这盘这个船呢 是一定要开的 但是呢名额很有限 还剩六个 呃 六号是我的金水 那 十号和二号 我给你们三秒钟的时间 吃好人赶紧退下去 我是真的愿意 这把我希望 所有好人都能相信我 把井辉给我 二号 你退不退水 我是真的预言家 十号 你退不退水 啊 我退水 我他是不退水 我是真的预言家 我要全票拿井辉的 然后 先四后十也是 你们觉得带队能力比较强 分析能力比较强的玩家 四号被这边猎人 炸下去身份 其实在我这里还是不错的 那我目前来讲不改井辉流 因为刚才也没有一拳也没有看大家拿牌的状态 我希望你们尽快好人退水 好吧 我只希望看到一个人跟我刚着 赶紧给我一个井辉 好吗 狼人呢 也 最好 就是 不要 不要打什么倒勾了 给我井辉了 你狼人就给你的狼同伴上票 谁汉跳 你给他上票 好吧 清楚一点大家 十二号玩家 永不退水 强势拿井辉 过了 十号胡了 胡了 我胡 八 十号玩家自爆 带走十号 十号玩家可以发动技能 十二号玩家死亡 十二号玩家请离场 昨天晚上是平安夜 游戏继续 天黑请闭 天亮 现在进行警长精选 二号 十一号 仍在井上 除二号 十一号以外的玩家 请投票 三 二 一 四号 八号 气票 三号 投给二号 其余所有玩家 投给十一号 十一号玩家 当选警长 拥有 一点五票 归票数 昨天晚上是 平安夜 警长请选择 从警左 或警右 开始发言 警长 选择警左发言 从一号玩家 开始发言 我发言 刚才是 坚持不对选 的是二号 那二号肯定是 披狼了对吧 然后刚才我们投票的票行来看 就是如果是好人能盘出这个逻辑 就是二号他不退水 对吧 那 嗯那应该 我不怀我不排除当中有倒过牢 但是这边是精水 所以这盘我们有大神可以 躺赢了 这一位 我内嘎一嘻巴斯 好吧 那五号六号七号九号 一号 我们投的是十一号 这个是我能给到的信息 因为我第一个发言 我确实没有更多的信息 对吧 然后囚图的那个行为 我不太清楚 囚图平时的打法 所以我不知道偏好还是偏坏 对吧 但是警下的话 还有一个信息就是 我们在之前没有上警的话 警下应该至少是有两名以上的狼人 对 第一个是投票信息 第二个是警下至少有两名以上的狼人 我能理出来就这么一点东西了 过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这些名是怎么玩的 11号挑了个猎人拿了警徽 他有什么功能 哇塞 你们这些票举的真奇怪 4号是我的查杀 12号和6号在我的警徽流里面 12号一个名被爆走了 可以 我觉得打得很好 6号 12号发的精髓 你在我警徽流里面 为什么不敢投我 现在你是我验的第一顺位 你觉得你怕被我查杀吗 今天晚上我就验你 你们给猎人一个警徽 唯一一个挑猎人 对吧 我先认你猎人 我不拍你 但是你拿警徽有什么用 请你告诉我 6号如果是精髓 没有人推 我直接推你11号 你开枪带走人 警徽飞给我 我来带队 可以吗 我就问你等会回答我这个问题 可不可以 对不对 你是猎人 你心目中有狼人 等会把你投了 你开枪带走 警徽飞给我 我来带队 我来带队 6号 是一个民发的精髓 我不敢认 你依然在我第一警徽流 我的等会的打法就是 6号如果是查杀 直接出 如果6号不是查杀 我出你猎人 猎人 你崩一个你认为的狼人 警徽飞给我 好人不要瞎投票 明白吗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玩的 警徽给猎人有什么用 后面的人给11号上票的 全部回答我 警徽给猎人有什么用 你们为什么要把警徽给猎人 现在我是警上唯一预言家 OK 二号发言过 二号这个原家我认了 对吧 那昨天的验人呢 在前一天是四号查杀 那昨天白狼王闭演之后呢 又验了一下四号 还是个查杀 他要打死你 我投个三号 我必须得把我自己聊干净 不然我要被狼人扛推了 我就不聊其他 我先聊我自己 就因为警上12号 2号和11号 11号虽然说我带走你 但他说我是个村民 所以我不知道11号的身份 在我这具体来说是什么 但是2号呢 就是我们现在都应该认 就是10号抱走的 12号是一个预言家 对吗 那2号我认为 他不应该是一匹狼 原因在于 10号他在警上 已经跳过预言家了 且他抱走了真预言家 也就是说我认为 狼人晚上打格式的时候 10号是说我上警 我跳预言家 我直接抱预言家 抱掉他的警徽流 你们变声推 我觉得这个是 狼人晚上打的格式 所以我认为 那么在前志位还出来 大概率是想扛刀 炸身份的一张牌 所以我把 我把票投给了2号 而11号这边我不知道 即便他说我带走你 然后就立刻就退水了 然后他 又说我是个村民 也不能说明 他是一张好人牌 我认为 所以我在11号2里面 我选择了2 但是2你警下发现实在是有点爆炸了 就算你真的想再扛这一刀 你 要么你 给我个眼神 也行 对吧 你怎么 你要么装装真 你再抱一个6号精水也行 因为你至少要认着12号真颜家 你再抱一个 我确实查了这个6号是个精水 你才能装一装 那么我觉得就这样的情况 4号大概率是张好人牌 因为12号虽然发言挺阳光正义的 假设12号是个狼 10号抱走他 呃留一个金刚狼在 那你也不合格呀对吗 那预言家也没有了呀 你的验人呢 你你验了个4号 昨天又闭眼了 你总还能抱一个出来吗 所以我只能认12号真远家 6号真精水 那我这轮就想 有点想出这个2号了 我觉得狼这么玩 太爆炸了 就觉得狼简直是 炸弹人 对吗 那难道 反正我3号是张好人牌 都真的不是特别想出这2号 但是这个2号聊得 让我无法放得下 那么小五冲我频频点头 我听听后志伟发言吧 因为我发言比较靠前 但是11号我不太认 那既然我认下12号 是张真远家牌 我只能听6号的 6号你 你在那个位置最好能归一个票 然后这样的话 我有一个目标 因为我自己现在只听了2号发言 1号比较滑 听不出来 1号直接拍2号是狼人的 我不知道不知道 对吧 所以我听不到 我要听后面发言了 我会投出我自己心中的一票 过了 12号 是我心中的真预言家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10号 为什么要爆掉12号 那一定是有所图的 否则他爆掉一张 预言家牌干什么呢 那我觉得 有可能是12号想玩个花板子 给锦下随便一个人 发了一张金水牌 但其实是茶沙牌 然后起来之后呢 10号的第一句发言是 糊了 他都没说爆了 10号的发言是糊了 然后把12号爆走了 那12号走的时候 很多话想说 应该是有所企图的 否则狼不会这么去爆掉预言家的 然后呢 再卖一个2号 做的应该是这张 6号的无敌金刚狼 那我看你6号 自己的发言 就 2号牌稍等一下爆 好不好 我拿逻辑呢 完全可以打死你 因为你少一轮艳人 对吧 不拿逻辑打死你呢 就是我4号是一张守卫牌 昨天守了自己 我自己吃的刀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4号牌会吃刀呢 对吧 刀法的准 就不用说6号了 那 除了刀法的准呢 再一个就给大家盘 他们爆了12号 一定是想做2号 有可能 有一定几率 能做成一张预言家牌 让你们去相信 白狼王爆了自己队友 来脏2号这张牌 但是他们为什么 晚上要刀我4号牌呢 对吧 这个逻辑你们要怎么想 他刀了我4号牌 我4号牌 如果不是一张守卫牌 守了自己 我4号牌 死在夜里的情况下 2号牌这张身份 无论如何 都是洗不清的 因为他2号爆的茶沙 死在夜里 也就是说2号这张牌 是必然会出来 死掉的一张牌 那他们狼队 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一定是有所图的 那做的就是6号这张牌 是一张金刚狼牌 因为我觉得12号 走的时候 真的像一个 玩花板子玩拖了 然后死掉的这么一个人 否则我无法理解 白狼王为什么会爆掉 一张真原家牌 且真原家原有止 且他们晚上刀了一张 有可能在 平民会怀疑 白狼王爆掉 自己的狼同伴 来脏2号身份 那如果想在2号身份的话 为什么要刀我这张牌 因为我知道自己吃了刀 我守了自己 出现一个平安夜 那现在就 就是我只能盘你6号 不是一个好身份了 因为无论从我 一张4号牌 守卫的基点来看 他们无论如何 不应该刀我这张牌的 那我自首是属于 最近好几次的守卫 第二天不自首 觉得不能吃刀 都守别人 结果全死了 所以说我选择了 稳妥的守自己 结果我没有想到 是张平安夜 从理论上来说 我觉得我是不可能吃刀的 因为2号爆了一张假茶沙 2号是张狼牌 他们要做个 2号狼牌的身份 也一定不会盗我4号牌 我4号牌死的夜里 你2号就是一张 扛推的牌 必死的牌 你洗不清的牌 但是狼 这种情况下 还要来盗我4号 宁可让2号去送死 那一定是有一个金刚狼 我觉得就是你6号牌 那今天呢 我们直接出掉2 6号牌你跳身份 跳不出身份直接吃毒 因为你现在跳不了 我的守卫牌 你也跳不了 11号的猎人牌 你只能跳一张女巫牌 那你就要吃毒 女巫自己考虑 毒掉6号 6号牌跳身份 好吗 跳不出身份 你永远是一张 要打入狼坑的牌 2号牌 今天你不自爆 就全票出局 我要打你 不需要跳守卫来的 我只需要说出 你不厌人 你就已经死了 我跳出守卫来 就是给大家一个 清晰的逻辑点 我要说的是 16号这张牌的身份 大家不要把它放下来 所以说这是我这张守卫牌 因为我昨天守了自己 今天守不了了 我觉得一定的概率 我会死 就是很大的概率 我会死 所以我才跳出来 给大家说 你们可以自己去怀疑 是不是相信我这番话 对吧 我是一个什么立场 才能发出这样的言 好了 过了 我5号玩家发言 我现在说给真守卫听 他如果是个真守卫 他等于还死的 肯定是他 好吧 他自己不是说 第一天晚上攻守 第二天守自己吗 他下一天晚上不死 他就一定是张假的 你们真守卫 不用跳出来拍他 你就藏在底下 看他死不死就行了 他不死 他永远洗不清 这个说法 好吧 真守卫 先不要管这四号 然后 在我的大脑里 出现了一个可怕的逻辑 好吧 可怕的逻辑 我看王 对吧 我跟王也一起 录了这么多期节目了 我觉得王这一期 有可能是个真语言家 那么我先说 第一点 我认的观点 如果王是一个真语言家 然后 10号爆掉了 12号的狼同伴 12号这时候肯定是 一张精髓发出来 这张精髓必是他队友 如果不是他队友 他这个精髓肯定是白发了 对吧 金刚狼6号 然后 囚徒 到了囚徒这边 好可怕 但是如果说 如果说12号是语言家 对吧 12号是真语言家 白狼王出来 把12号爆了 那这皮囊不是送的吗 对吧 我觉得这游戏没那么简单吧 你看王这个神情 王不就是少爆了一天眼人吗 我觉得他是太着急了 没说出话来 是因为 是因为他拿 难得拿了把 那个 难得拿了个真锦辉 真语言家 锦辉没拿到 然后我们这么多人投11号 不过 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情况 说实话 正常逻辑下来 都会先投11号的 我甚至会认为2号退水 但是2号这么坚定不移的 不退水 然后刚才的发言又特别的正气 我说实话 我觉得王发言挺正气的 我在这里跟 这么跟王说一句 你要是以这个状态骗了我 那你的车以后 咱们我是不会再做了 好吧 这一轮我在你边 我心4号是想做那批 我觉得4号刚才 说6号是金刚狼 我觉得他是想把 我觉得囚徒是想 第一轮先推2号 把2号推了以后 再推6号 然后把自己保证 一个真正的金刚狼 反正他刚才跳守卫了嘛 第三天不死 一定是智狼 因为我是狼的话 肯定先到守卫嘛 对吧 这个预言家是可以用来扛推的 根本不用到预言家 对吧 肯定先到守卫 这是这个逻辑是不会错的吧 在狼人视角里 在狼人视角里 一定是先到守卫的吧 他第三天不死 他就一定是 一定是智狼好吗 这一轮 这轮所要件 我觉得你别去出11号吧 你 这轮我不太想让你出11号 你实在不信 出我都可以 我是个平民 我愿意为好人考 那个考应推 然后 我站2号边了 我过了 好就是 6号女巫 这个 2号是一匹狼 789里面 应该再出两匹狼 我觉得这盘子 因为第一天死的是5号 我救的 4号人个护卫牌 我觉得他这个 怎么可能不是一个真护卫 他今天晚上不死 那肯定就是假的 不一定 万一狼人堵心态呢 我怎么自证 我怎么自证身份 很简单 你护卫护我 6号 一会儿 我会在789里边 我选一个 我觉得是狼人的 晚上去读掉 我怎么证明 今天举票的时候 我会单票 非789里面 其中一个人 你去护我 我来自证身份 明天肯定 这里面有人 会被读 那789里面 如果是有两张狼人牌 应该还有一张 好人牌 一张好人牌 加上 我觉得这边 除了2号 都像好人牌 1号那个状态 他就是真的觉得 6号跟1号站边 他 他觉得能赢了 我觉得1号像好人 3号说了那么多 如果3号是狼人牌 他不会刚才那种情况下 还能给2号上一票 我觉得3号是个好人牌 5号是第一天死在夜 有救的 那边11号是张猎人牌 我觉得11号是张猎人牌 所以 就看789发言 我单票举一个人 然后 来自证我身份 他们 我举票 明天晚上必死 然后 你4号之前 护着你自己 那你就护我一下 对吧 起码我明天不会死 这样我就能 自证我女巫身份了 那 今天 我自己会单票 飞789里面一个人 然后 剩下所有的好人 都去出2号 2号肯定不能做成 一张真猎人牌 就是猎人家 怎么可能会少报 一天验人呢 就5号 你确实是第一天 死在夜里的 我救了 我当时犹豫了 救不救 还有我想 还是救了 你们可能会不信我 但是我会用今天 来自证我自己身份 好吧 这个 我说 我说的这个方案 应该是 没有 没有任何瑕疵的 4号 我认它是一张 护卫卫盘 那接下来就听789发言了 我会在你们三个里面 去归一个人 去读你们一个人 好吧 我昨天没开读过了 7号发言 就是因为在我的视角里边 就是2号张预言家 我是忍不下的 但是在2跟11的话 我想我觉得 11号的好人面比较大 所以我票了11 然后你们前面 3号跟4号 一直在跟我说 6号可能是张金刚狼 我开始没想到 我跟平衡跟3号点头 我觉得你盘的逻辑 是有可能成立的 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 这个问题 但是6号刚刚的发言 我觉得很正 我觉得它应该是张 好人排 因为前面其实 其实我觉得5号 牌发言很奇怪 你说你要站2号的边 那你这一轮 就应该举票4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就是12号真遇见的话 6号一定是张好人排 那它的发言也很打动我 我觉得它不是张金刚狼排 那你说5号是能赢水 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那你认的这个好人 4号 3号我觉得应该是张好人排 他刚聊得挺好的 那4号这边 我觉得应该大概率 是张首位排 1号的话 我听下来也是张好人排 我7号是张好人排 我觉得你刚刚8号 你7票 你没有上票对吗 我觉得你的行为很奇怪 因为我说了张好人排 我一定要把景徽 放在我好人的手里对吗 那如果大家都7票 岂不是没有景徽了吗 那我们景徽就撕掉了吗 好人就少0.5票 那我希望你8号 在这个位置好好聊 你说789出两浪对吗 那我7号一张好人排 那89是双狼 我只能这么排了 好吗 过 8号发言 8号7票很简单 就是总觉得王有话要说 但是不想上票 因为我认为12号 是一张真远家走的 不然白狼王爆掉12号 在我这看来没有收益的 那6号这轮现在认女巫了 那我觉得你就坐实 我觉得两狼可能是7号和9号 那我跟你分析一下 就是2号这个位置 2号这个位置 你自己少抱了一轮 验人不说 且坚持查杀4号 4号这轮跳首位 6号跳女巫 我盘一盘狼亨 就是2 7 9号没发言 我再给他个发言的机会 但是7号在赶在这个点 打我 想让你独来撒我 那7号应该是一张狼人排 他说你789里面撒 你就把我打成一张狼人排 你是一张怕吃毒的排 好吧 那我再认6号是女巫 那5号肯定是一张好人排 4号是一张首位排 3号给2号上票 且他这轮发言 我是认他一张好人排 因为3号的发言 直接说你自己 怎么可能做张预言家 你精水都少报 然后就去看着王 问他第二轮 他也不说话 那4号在被2号 连扎了两轮身份 且在这发言这么阳光 而且盘出了狼茶茶狼 做6号一张金刚狼的身份 4号是我认的好身份 我不管他是不是 穿首位的衣服 好不好 那我不管 这一轮的话 那我出票2号 好吧 你们女巫自证 如果晚上 真如4号所说 所说昨天晚上守了自己 那么今天晚上 狼人一定会去当你 然后6号 如果你守了他 他还要吃毒的话 明天如果看到6号 倒牌 那6号一定不是真女巫 因为你守了他 他是做不成女巫的 这个逻辑是正的吧 对吧 那我这里会出票2号 就是2号 你首先你不退水 井上挑预言家 第二回合不退水 且井下还任预言家 发言在我这不过关 那你2号 就是要一张 要出局的牌 我不知道是不是2号 发言有点炸 之后面的狼头漫 把它卖了 但是我这里是要出2号的 明天前你们自证好吧 我过了 我暂任6号是女巫牌 过了 我发言 6号不是女巫啊 我是张女巫牌 我第一晚上这个是囚徒 但是你说你第二晚上 自己守了自己吗 DI其实在5号发言之前 我都觉得2号是张狼牌 我觉得这轮是可以出的 但是DI穿了我的衣服 你要自证 我们晚上自证好吧 然后这轮的话 我觉得2号不能出 这轮出11号吧 11号你这个警长 你说你是个平民牌 你这个警长拿得有点奇怪 就我之前是投票给你的 但是因为王在我心里 是一个铁好人 所以这轮 他的话 我是有点比较相信的 这轮我出你 我的药已经 今天晚上已经 标载JY宣场 我们两个解决 这轮我的票瓜 11号宣场吧 因为王在我心里是好人 所以只能出你了 你可以好好归票 过 你都要出我了 还要让我好好归票 就是19号已经炸成这样子 我都不敢盘他是皮狼了 对吧 反正我不管你6号跟9号的事情 你们两个晚上自己解决 就是我认球大是张 真守卫牌 为什么呢 因为基点在于 我认他是张好人牌 认他好人牌的基点在哪 因为2号查杀了4号 4号如果是皮狼 他还敢给我11号 发一张查杀牌 他狼队不想活了 就是他被查杀了 还要查杀我一张好人牌 他不是找死吗 我先说一下 我不是张猎人牌 请长沙的猎人 不要对我有敌意 我就是一张好人牌 因为我看到2号还在锦上 我不知道他的身份 所以我必须确保锦辉 在好人手里 我只知道我自己的底牌 我不知道2号是底牌 我要为好人团队负责 所以我没有把手放下来 对吧 就是白狼王爆掉了一张 我在我的视角里 就是白狼王爆掉了一张 真云烟家牌 然后去 6号 我觉得像是一张真女巫 当然我不管你6号 9号 谁是这个真女巫 反正你们两个晚上互读 对吧 互相读 然后对方倒牌 就是6号如果被4号守中了 没有倒牌 那么你9号说的就是假的 对吧 如果说是六九双死 那就说明6号是说的假话 那么我们明天起来之后 可以再盘 如果6号是死在夜里的话 那么12号就是一匹狼 12号是一匹狼的话 这个2号就是真原家 是这个逻辑 那我们今天出谁呢 现在非常的尴尬 老鼠冲我点头了 你总归是张好人牌 我这个警长有点僵硬 因为在这个位置 9号突然跳出来一张女巫牌 这么炸的情况下 我找一个折中的办法 有没有什么折中的办法 我认球大真的是 那就出二吧 只能出二 我认球大是 去试守卫牌只能出二 真的 就是我不认为前之位有守卫牌 他在4号位发言的情况下 他认了一张守卫牌 全场没人拍他 我们昨天晚上是个平安夜 对吧 白狼王爆掉了一张12号牌 你们认12号牌 不能是张守卫牌吧 他这么炸 那也就是说守卫牌在场 就除非球大天狐 后置位没有守卫牌拍他 就是1号3号里面 有守卫牌的情况下 他才能是那张狼牌 看跳守卫 我认球大是张好人牌 我只能认二号是狼 对吧 其实你二号连警辉都没有报 一号三号这个状态 肯定不是守卫 那今天必须请二号出局 然后六号九号明天 看谁 看六号倒不倒牌 然后逻辑应该就通顺了 对吧 基点就是四号是好人牌 很简单 就这轮归二吧 我是张平平牌啊 列表对我有敌 发言完毕 警长请归票 警长归票二号 所有玩家请投票 三 二 一 五号 九号 弃票 二号 投给四号 三号 投给八号 六号 投给九号 一号 投给十一号 基于所有玩家 投给二号 二号玩家出局 二号玩家请留一言 二号玩家的一言 请大家给我索尔君一个面子 让我把一言说完 很重要 我把所有人的身份给大家点出来 一号好人 三号好人 四号狼 五号好人 六号好人 七号好人 八号好人 九号狼 十一号狼 四号 开始慢慢跟大家盘 首先 二号不是预言家 然后二号可以自证身份 十二号是真预言家 六号是真金水 狼人为了不丢失这一票警辉 所以十一号强行刚在警上 四号为什么是 不是守卫 告诉大家 因为十二号给 六号发的警水 但是他说一定会盘 他一定要盘出一个金刚狼的逻辑 所以 在我死后 好人把四号给我推了 九号交给六号解决 现在我认的一个铁的逻辑 就是狼人不可能不要警辉 十号在找到十二号真预言家之后 爆掉他 现在场上 警上的人只有我跟十一号 好人明白了没有 初四号 初九号 二号开箱带走十一号 二号玩家可以发动进来 十一号玩家死亡 十一号玩家 请留一言 十一号是张平民牌 不是你二号 你是枪牌 你就说你是枪牌不就完了吗 我都说了我不是猎人 你刚在井上查杀了一张四号守卫牌 你让我怎么认你是张好人牌呢 对不对 就是你刚在 你猎人刚在井上没有问题 但是你井下不要扔原家呀 我也不会归你票 对不对 我我井上就把猎人衣服脱了 你要打我 因为你查杀了我心目当中的一张守卫牌 所以我要把你归出去 这就是我最最基本的逻辑 哎呦那这样的话 你把好人团队雪崩啊 就是六九晚上哎球大你必须守六号了我觉得一定要守六号因为如果如果六号是个真女巫你晚上倒牌 那游戏游戏结束了明天游戏结束了今天出局了一张两张好人牌现在只死了一张白狼王三郎在场 然后所有神全部你已经暴露了四号暴露六六号九号两张女巫牌我已经不知道好人团队怎么赢了 我哎呦这个真的是不是你是张枪牌你就说你是枪牌嘛我都没穿你衣服了还要打我 我说了我的我的我的心态就是我不确定你的身份我要确保紧会在我手里这把狼人躺赢好人团队自己打起来了 我想想刚刚 这边是谁上票有没有上票你上票给四号对吧 你上票给四号也就是说没有人没有人认为二号上票给四号也就是说没有人认为四号是假守卫那四号就是守卫 哎呦基本上输了那我我我紧会给四号吧 一言结束 二号十一号请离场 四号玩家成为警长 游戏继续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杀人 确定要杀他吗 狼人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天晚上死亡的是四号和九号 四号九号请离场 六号玩家成为警长 七号玩家自爆 七号玩家自爆 游戏继续 六号书 九号玩家成为猛 昨天晚上死亡的是 六号王家 游戏结束 狼人阵眼胜利 首先正式的对面一看 几个高配都没有阵眼 结果一看三个美女 我的天 我想这盘完了完了完了 当时我就决定牺牲自己 让他们三个活着 我告诉他们 我是张白狼王牌 我说你们全倒钩 我能帮你们的 就是带走那个渔家 他们会觉得 女孩子容易站错边 所以他们犯了错 也许会被好人原谅 像我们就不可以 后面看到我 三个美女同伴 居然能carry我 相当高兴相当高兴 本局游戏中 7号小五 8号桃子 9号小楼 是三张狼人牌 10号李锦 是白狼王 12号09是渔原家 6号JY是女巫 4号囚徒是守卫 2号宋勋是猎人 其余四名玩家 则是村民牌 第一版 狼人手刀女巫JY 根据规则 当晚JY可以使用解药 救自己 形成了平安夜 井上竞选环节 白狼王李锦 在只有091人 发对验人的情况下 准确锁定了09 是真原家 自爆带走他 直接进入天黑 第二版 狼人刀中守卫囚徒 第一版选择空手囚徒 第二版守护了自己 再次形成平安夜 第二天白天 在连续两天平安夜 好人优势的情况下 猎人寿君和村民老党 却意外因为争夺警规而杠上 老党将寿君规票出局 寿君则开枪打死了老党 第三版 女巫JY 毒死了与自己对跳的狼人小楼 而狼队则选择刀死 以不能自首的球团 第三天白天 狼人小五自爆 直接进入天黑 刀死了名女巫JY 四神全部死亡 狼人阵阴获胜 你们三连了 四连了 四连了 笑死我了 我的佛二军呢 我晚上就笑都不行 我白天还在那边野 本剧游戏中 获胜的玩家有 桃子 小五 李锦 小楼 其中 新嘉宾小楼成功出港 小五到达第五个目标点 开启第二个宝箱 获得十个舞蹈墙 桃子和李锦 则同时到达了第七个目标点